4点20分关心一个最新现场 就是前总统李登辉涉入国安密账案 台北地院在刚刚做出了一审判决 法官认定说检方证据不足 也因此判李前总统无罪 这新现场我们要马上连线给记者戴秋荣 好了 前总统李登辉以及刘泰英 涉嫌国安密账案遭特征则起诉 那么当时是以贪污罪名 经过两年的审理台北地院 在下午4点钟一审判决结果出炉 在刘泰英的部分是遭到判刑是两年八个月 尺度公权三年 而在李前总统的部分则是宣判无罪的 我们来听听看当时他的办公室主任王彦均 也亲自到庭来听这样的一个宣判 并且第一时间打电话来向他报告 我们听听看他办公室主任还有律师孤立兄的说法 一直都这么平静 你当时是怎么跟他说他的反应是怎么 我没有跟他说什么 我只跟他讲判决结果 结果你当时他是无罪 那他的回应是 就是知道了 那感觉上是欣慰的 没有吧 听不出来没有看到不知道 所以他没有感到特别意外 没有没有没有 那所以待会他说 我们希望借由司法的判决 能够还他一个公道 那我也很诚挚的希望 既然是 法院已经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判决 那这个案子就到此为止 毕竟他已经是一个 九十岁的老人家了 我想 诉讼对他来讲还是一种折磨 那我觉得司法资源应该要做一个有效的利用 不要再浪费在这个案子上面 所以是不是让特征组不要上署了 对啊对啊 我刚刚已经讲了 我诚挚的呼吁特征组 就这一个上署的正当性 我认为不存在了 所以认为特征组是不是就能够到此为止 不要再上署 那么整体事件呢是因为在1994年 这个出访南非的时候 那么当时呢就跟国安局有一个奉天专案的秘账 说要三亿元要来津援南非 那么事后呢疑似是传出有两亿五千万元的流向市 流进了台众院 那针对这个部分呢 经过这个台北地方法院两年的审理 认定李登辉前总统是无罪的 而得知这个消息呢 他的办公室主任也在第一时间马上打电话来跟他通报 那么李登辉的这个反应哦 似乎并不意外 那么呢待会六点钟的时候 他本人会在这个华泰饭店亲自来做出说明 以上是目前的最近情形 现场交还给彭妮直播